生病了该吃药 心里生病了该怎么办 国家发个帅哥来陪你聊人生 聊三观 聊感情 一段火场救援的女消防员 与国民心理医生的浪漫故事 火光恋人 作者 朵朵武 由殷小果四周诸侯 携手中优秀CV倾情演播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 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头 晨曦从地平线上散开 砸在地上 瓦砾 碎墙上 消防队伍早早集合出发 去救援现场 徐归周也随着队伍出发 昨天休息前 曹队找他说了几句话 让他把之前整理的地震救援案例 和建筑知识用上 地震过去已经整整四十多个小时了 废墟外围基本上已经被部队和消防队清理 接下来救援难度会增加 埋在废墟深处的幸存者的情况也会更加糟糕 一路赶往救援现场 路边随处可见摆放着尸体 简单的用湿袋装着 虽然是凌晨四点多 已经有不少人在忙碌 有医生 也有军人 有的人是通宵熬夜没有休息 仍然在忙碌着 清晨跑了第一个现场 挖掘用了四个小时 救出两个幸存者 其中一个是三岁大的孩子 他被母亲牢牢地护在怀里 除了脱水和饥饿 没有其他受伤的地方 孩子救出来的那一刻 所有的消防员看着沟楼成一团 以保护姿势死去的母亲 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把尸体搬到路边 给行动基地通报之后 他们马上又要赶往下一个救援现场 就像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行程 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 在救援过程中 他们遇见了太多的情况 有惨不忍睹的现场 也有奇迹般生还的幸存者 有的拉住他们嚎啕大哭 为自己的存活 因为亲人的逝去 在短短两天里 身离死别成了最平常的一件事 身边所有的人 都在猝不其防地遭遇生死 显示出大自然的天威莫测 曹队带着队伍又跑了一个现场 救出一个手掌压地 粉碎模糊的幸存者 把人交给医疗队的人之后 在现场稍作休息 徐规周坐到废墟一边拿水喝的时候 听见有人呕吐的声音 他扭头一看 帮絮弯置身体 在废墟边缘吐着 旁边站着徐一斌 给他拍了两下背 徐规周带着两个人 一起跑过宣传任务 算是新人里最熟悉的 他把水瓶收好走过去 邦絮早上没有吃什么 身体取成虾米状 吐得全是酸水 他从包里拿出面包塞过去 给 吃一点 邦絮脸色有些清白 没接 吃不下 徐规周说 还是要吃一点的 干的都是力气活 肚子一直饿着 身体怎么受得了 方絮沉默了一下说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感觉反胃吃不下 徐规周想了想 问道 是不是刚才看到尸体 心里难受 方絮拧了一下眉头 想说什么 突然又一股反胃涌上来 赶紧蹲下去 继续呕吐 徐规冰带他把话说出来 昨天就看见了 休息的时候也没事 有时候也不是 马上就有反应 隔上一天 身体再有反应的情况也有 他把面包给了徐规冰 等火吐完 喝点水再给他吃吧 徐规冰接手过来 捏捏面包的塑料袋 不知道想到什么 忽然问 你以前 也有过这种反应吗 刚要走的徐规周停下来 有点哑然地朝他扫了一眼过去 他站在那里 就像是随口一问 是的 第一次在火场里抬出尸体 就有两三天睡不着觉 是因为心理问题 你才从一线退下来 徐规周暗暗叹气 刚觉得这个年轻人 不像以前冷冰冰的 能正常说话交流了 这就来戒他的伤口 方絮这个时候站起身 扶着胃转过来 你们在聊什么呀 啊 没什么 徐规周说 看他脸色发白 有点担忧 走过去伸手摸他的额头 方絮瞪圆了眼 像被定身一样 动都不敢动 徐一斌淡淡的眼神撇过来 没有发烧 没有 当然没有 徐规周放下手 方絮脸上有了点气色 骂上接口 小姐姐 我还没那么脆弱呢 徐规周笑了一下 这次他负责整个队伍的 后勤补给和支撑 对所有队员的身体状况 都不能掉以轻心 伸手从口袋里摸出 三颗薄荷糖 他放到方絮手里 来 先疏疏口 等会儿实在吃不下东西 就含一片 方絮偶完刚觉得胃舒坦了 回复过来 真把我当小孩子啊 还吃糖 徐规周叮嘱 哎 一定要记得吃点东西啊 说着就走开 去看一下其他休息的年轻队员 有没有不适的反应 方絮灌了一大口水疏口 看徐规周在废墟各处走动 和其他队员说话 他把水吐了出来 说道 小姐姐真是太暖心了 和他说说话都觉得很治愈 有没有 哎 你怎么拿我糖 徐规斌从他手里 拿走了两颗糖 拨了一颗放进嘴巴里 恰到好处的微甜滋味 还带着一丝凉爽 方絮看着掌心孤零零的一颗 很深 这可是小姐姐给我的 你还巧 徐宾声音四平八稳 不是给你 是给身体不舒服的人 我刚好也有点不舒服 帮絮无力反驳 赶紧把剩下的一颗吃了 下午集合归队 回到行动基地吃饭休息 大部分人都是饥饿加疲惫交加 徐规周坐下来的时候 感觉到身体每一处肌肉几乎都在酸疼 李妮走过来 一只手背在身后朝他眨眨眼 表情很是丰富多彩 嗯 怎么了 徐规周好奇地问了一句 李妮把一碗切好的红肠放到桌上 要在平时 红肠是再普通不过的食物 但是两天争分夺秒的旧灾 全员上下吃的都是干粮 随着昨天道路打通后 物资不断地补充进来 食物才开始有所改善 但这个时候看到红肠 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喜 徐规周身体很诚实地 拿起一片夹到面包里 可以啊 可以吃上肉了 李妮笑眯眯地说 知道谁拿来的吗 谁啊 杜医生 啊 哪个杜医生 徐规周脱口问 随后突然反应过来什么 他微微珍珠 李妮说 还有哪个杜医生 咱们对聘请的心理专家 他是跟着志愿者来的 早上就来了一趟 红肠就是他送的 哎 没想到 身价这么高的专家 热心善良 居然还这么接地气 徐规周放下吃了一半 夹着红肠的面包 突如其来的 感觉心头有点乱 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在下一集等你哦 我认识看完毕 我认识看完毕 我认识看完毕